再来关心的是梅雨灾情 这波封面真的有把大家吓到了 因为雨势是来得又快又急 简直跟过去夏天的那个台风雨没两样 新北市跟台北市都陆续传出灾情 马路变成了小河流 有驾驶得下来推车 还有南京东路有一家地下室是撞球场 现在要改成打水上撞球 小客车经过溅起大片水花 整条路就像是一条小河 雨一直下短短的几个小时 新北市许多地方都汪洋一片 中和民想街水淹到膝盖走起路来都很困难 因为地势低洼加上排水困难 每到下雨就是这样的状况 其他地方状况也没有比较好 在泰山就有一台四小客车 在经过积水时不小心抛锚 乘客都还得下来帮忙推车 在台北市也有灾情 南京东路上一间位于地下室的撞球场 不滴瞬间大雨 大量的积水全都灌到里头 目前积水已经慢慢的退去 不过在礼拜五之前 间歇系的暴雨仍旧是有可能会发生 水利署也针对台北跟新北发布警戒 提醒民众仍旧是要多加留意 杀理性